製作第1 期待 耶,大家好热 今天是我们在意大利的第三天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其实来这边之前我就很想去了 我们三号就是 delight 我们坐Airbnb 其实我们Airbnb很靠近梵蒂罢 顾名是一间我们要去个的地方,就是梵蒂罢 以前读历史都会很想去的地方 一个甲红国 我們今天都黑色系 祝你 怕罰他 怎麼了 穿黑色也有錯 演得不合群 為什麼不跟我們大一點 你們沒穿黑色 你真的不是我們姐妹 我們也沒講她 我也不是你姐妹啊 這一次來這個義大義之旅 發現很多人可能會以為 我是他們的閨蜜 因為通常一個男生 不一個三男女生一起出門 很可怕 現在來買早餐 真的好吃 好多麵包 這個感覺像是原型的披薩 超級多麵包選擇 來這邊應該都是這款 我現在就來吃這個 圓形的披薩 我覺得應該是披薩來的 它這裡很乾 哇 很脆很乾 而且在義大利這邊的話 他們很喜歡來路邊吃東西 他們的多吉利吃的白路邊 我今天我點最食物了 好吃好吃 難道你們也好吃嗎 好吃 那好吃 有人吃到不好吃的嗎 沒有 那就好 嗯 來喔 嗯 你們再這樣敷衍我打你們 好吃嗎 嗯 這咖啡怎麼看起來很難喝 這個很燙很奇怪 可以看他們應該都拿什麼吧 我們來三天他們已經做出兩次了 我們不是說它冰嗎 這個熱的天氣誰喝得了 太燙了吧 熱咖啡 現在我們就前往這個 梵蒂岡的集合點 我是提早差不多一個禮拜在online買票啦 然後也是在官網買票 但是我不懂為什麼 它要有集合點 然後 好像有導遊帶我們過去 我們到了集合點啦 但是沒有靠那個紫色衣服了 其實梵蒂岡在我們前面啦 我們去走過去 我們來到梵蒂岡前面的這個集合點 有看到紫色旗的人耶 去看看是不是他 目前看到這uncle拿著紫色旗啦 但我感覺應該不是他了 OK 這邊應該就是 梵蒂岡的服務館 反而我們就猥褻這個 老uncle來到這邊找我們紫色旗的朋友 我要蹦他是不是 我們現在嘗試哦 沒有人帶我們就走進去 結果我們很自然走進去 你們上一個好自然的 現在問題是哦 我們找不到我們的導遊啊 我蹦為什麼要一個 local導遊帶我們進去 所以我們就嘗試自己進去哦 因為打他電話也沒有人接尾 蹦為什麼 哇就是這個梵蒂岡的博物館 Mewsing Vatican 現在我們的交點書上 看看書下不換票 因為我email上面哦 有講跟那個導遊哪裡 接他的電話 但是上面沒有顯示票啊 所以沒有票我們也算麻煩進去 結果我們處理不了 我們又買多一張票了 所以我們的錯誤是 買多四張17歐的門票 開心嗎 至少可以進去耶 至少不用XX 只是找一個不知道是誰的人 對啊 他們這邊人真的是 除了那個地開的那個感受 其他那裡的那種 然後這裡的人好像都沒什麼人性的感受 耶 終於進去咯 哇 這個樓梯就是整個 梵蒂岡文物館 最多人拍照的地方 然後你們可能覺得 這個森林有點奇怪 因為我進來的時候哦 就是他把我的小腳架 我的麥克風叫我拆掉 可能是把我傷害別人嘛 是不是我被人家傷害了 被誰傷害 當我今天找不到那個導遊的時候 就他們臉真的哦 你沒有看啊 他不會去找啊 就你的事啊 倒回去啊 但明明那裡就沒人了 哇 外面好漂亮 其實我們也不懂要去哪裡啊 反正我們就是走馬看花 看看一下藝術品 大家來這裡好像就是為了 這個東西拍照 那我們也勉強拍一下吧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你們了解他們在拍什麼嗎 我們都懂沒有藝術的人 來到了博物館 我們應該就把博物館當成樂園來逛吧 太熱了 大家 進裡面吧 好熱哦 熱死了 首先前面有五粒頭 一粒頭 兩粒頭 三粒頭 四粒頭 五粒頭 哇 這邊跟船我的一樣耶 真是沒有空調 你不覺得很熱嗎 很熱嗎 然後我還穿成這樣來這裡 嘉文老師 歷史課要上線咯 他是想知道怎麼這邊不開冷氣 對 博物館真的都會開冷氣 這個博物館這麼貴還不開冷氣 對呀 嘉文 過來過來 閉眼睛先閉眼睛 這不是你喜歡的東西嗎 他怎麼只有蛋蛋 因為被吃掉了 哈哈哈哈 哇 他們的頭都比我小貴 真正長這樣吧 這個比例好像有點怪 這個應該是跌過地上的嘛 還是故意弄到這樣 我比較好奇這些東西喔 他放在我手可以動的地方喔 不是很危險嗎 感覺好像 隨便推就倒地上喔 你們看藝術這幅畫有沒有 因為我看他解說很特別 Prius的女兒 阻掉他們爸爸 在這個容器裡面 用什麼來的 然後確保他們的 永生的生命 所以他爸爸在這個裡面被阻掉 通常這種充滿藝術的人 都在那邊玩手機 因為 因為藝術東西要看 看線了 就是我已經看太多 所以我現在用他的手機 然後蘇生就在默默地看藝術 這個很明顯就是 玩完遊樂設施回來了 這幅雕像有點看不懂 為什麼是拿著頭 他換頭術 你看旁邊的英文他講就對了 他英文講什麼 是面具來的 所以就換頭術啊 也是面具不是頭 這個換臉術 厲害啦厲害啦 這個絕對不是1比1吧 搞不好以前的人就長得很高 怎麼可能 我都180了 他怎麼過差這麼多 你又180怎麼可能 你不信嗎 現在嘉文百度上線囉 帶領我們去不同的地方 不知道嘉文百度帶的路 到底是不是對的呢 我們就跟著去吧 Pinakoteka 這是什麼博物館啊 這個才像博物館嘛 這個比較漂亮耶 通常放在門口的這個東西 應該是比較厲害的 所以先拍下來記錄一下 代表我來過這裡了 亞當武夏娃的圖 就在這裡啦 很大一幅耶 這一幅 我不知道是什麼畫 但是蠻好看的我覺得 這個顏色跟兩個共同很可愛 而且這種畫感覺喔 很多細節耶 這樣我看不懂啦 欸 這是恐龍啊 不知道做這個看會不會有感覺 它好像是3D的是不是 看懂嗎 沒有啊 就是3D的感覺 我比較好奇 這個是以前畫的東西 怎麼看起來 這樣像現代畫的東西 變那個質感很好 讓我大家看一下細節喔 它真的是很3D的感覺 這個是油畫嗎 這是斷頭 哇 這個門很大 夢裡面是看什麼的 好像有冷氣耶 這裏應該是有冷氣 這些衣術 我相信你們應該也果然看不太懂 這邊的圖喔 很像漫畫這樣喔 都有故事這樣的感覺 這一幅畫可以這樣大幅擺在這邊 應該是蠻厲害的 先拍下來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我覺得有點慶幸 沒有看到導遊去進來啦 因為有如果跟他們進來 他們就一個一個地方講解 大概會花兩三個小時在這個博物館 但如果像我們這樣走馬看的話 看一些我們想看的東西喔 不到兩個小時就可以結束了 他們的地獄上其實也蠻好看耶 感覺都有特別做過設計 這邊畫好可愛喔 都是一些小孩子跟天使的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也很特別 我不曉得它是什麼東西 它就是一個半圓鐵的東西 又很像椅子這樣 喔這些天使在做一個music的band啦 每個人都拿著不一樣的樂器 蠻可愛的耶 尤其是你看這個 它拉著小提琴 難以想像它是1438年到1490年的作品 以前就有畫出這麼漂亮的東西喔 這邊的話呢 感覺就跟黃色有關係啦 因為都是有黃冠啊 金金色的東西這樣子 然後應該也跟也是有關係吧 好漂亮的作品 哇這個是3D的喔 它整個都吐出來的 這樣子拍得很好看 接下來前面這個暗房呢 哇的畫 西北大哥 其實你們這樣子看喔 可能沒有很震撼喔 它一樣還是要用肉眼看 因為覺得非常之震撼 你看那個大小 然後我望向我左邊的時候 Oh my goodness 這邊 西北震撼 超級多的大大哥的畫 今天來這個凡帝港服務館 其中一個最重要就是這個最後的晚餐 好大一幅喔 我沒想過他這樣大幅的 你從他的擺設就知道這幅畫多重要 因為這幅畫是手都動不到有玻璃圍起來的 所以是蠻安全的 這位就是耶穌啦 整幅畫 他手上是吃什麼 他們吃聖餐嘛 讓你們從遠處看下去好好看喔 那可惜這兩個店啊 它擋住我們的視線耶 看到沒有 這兩位有藝術的朋友就是來拍照 你看他多開心 他多開心是因為影片拍得多好看 而不是因為這邊畫得多好看 我相信不是每個人像我們這麼幸運喔 可以來到這個環液港博物館 欣賞這麼藝術的東西 所以這個博物館呢 我希望我都會透過我的第一視角 來給你們看看這個博物館裡面 到底有什麼東西 跟你們講啊 這樣子我們來這個博物館 所以我們這邊拍照罷了 但這邊拍照真的很美喔 這三幅畫喔 一進來就看到它 因為它們的顏色很鮮艷 超級好看 到底怎麼樣才可以畫到 這樣藝術的東西 這幅畫是什麼 是我看不懂嗎 它是有畫的嗎 它是有畫的 我也是我看不懂 哇 這裡好漂亮喔 逛玩樂園的嗎 有點無聊 想回家嗎 這個是無聊 不然是什麼 超無聊 應該說我們離門又不是藝術的人 如果你有喜歡藝術品可以在那裡 我們可以買票進來 代表我們想嘗試看看 代表我們不想要來 第一次要進去 因為來到就要進來 不管喜不喜歡都先進來 就是看一看啦 至少就覺得20年輕鬆看過 因為我們想說 反正都來到這個環液港 這個博物館這樣出名 不管喜不喜歡藝術 我都覺得它值得來一試的感覺 所以就來看看一些 我們平常沒看的東西 所以進來就是專門在旁邊拍照而已 他一直拍拍拍 然後這個一直等拍 腳後面就看他拍三小 然後如果像我們這樣進來這個博物館的話 可能有些東西我們的確不會欣賞 但是我們就可以在那邊拍照打打卡 因為畢竟這邊是一個很厲害的旅遊景點 你可以好好拍照嗎 不要再嫌冷氣熱了 它是沒有冷氣所以沒得嫌 來唷 看這裡拍照 藝術藝術 趕快有人了 看到大家圍住這個東西 這樣我也免為其難地拍一下 這個其實是什麼來的 我以為是大胃條香 大胃不香 preparatory model 所以是一個準備的model 這什麼意思 它的絲綁好像還沒做好 你看旁邊做好了 這個還剩下裡面的鐵絲 哎唷 左邊看到一堆大胃 之前就看到很多人講 這個博物館其實很悶 沒有冷氣 那的確沒有說 它大部分地方是沒有冷氣 但是我覺得不至於到悶 因為我穿長袖長褲 我都覺得還算蠻通風的 所以其實整體還是算蠻舒服的 而且它的人潮也沒有像那個 鬥壽廠多到沒有辦法參觀 它裡面還是蠻搭的 還是蠻適合來做參觀的 你看還蠻空一下的 很多話是真的很漂亮啦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美不看 我會花很多時間 我們終於又走出來這個博物館了 接下來往下一個博物館前進 外面怎麼這麼美的 我說大家就是最後不吵啤酒 我不要去博物館 現在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去哪裡 反正就跟住人群走下去 有蠻多的 在博物館裡面有cafe 給你吃東西喝東西 通常博物館不是應該很怕你吃東西喝東西 它這邊專門做了一個cafe restaurant 給你吃東西 所以我們就要出博物館戶外了 哇 感覺很chill喔這邊 這個應該才是在梵蒂岡博物館 最主要的景點 應該就這裡了 好漂亮喔 好像那種美劇裡面學校的感覺 各位我找到這個遮瑩的地方了 因為很多人給人家坐了 坐在這邊野餐蠻舒服的 有帶野餐蠻嗎 沒有喔 沒有 都這裡學生帶了 學生補啊 你啊 你給我帶來做飛機了 對啊 你的野餐蠻做飛機做這麼久了 還不帶他出來 應該每天帶啊 笑什麼 你沒帶就你的錯 很重耶 又怎麼樣 這樣做起來 我們拍一段好看的畫面 好不好呢 欸 你坐到下面了 你們都沒人理我嘛 我們要重複講啊 還好不好呢 3 2 1 喔 欸 那個人離開了嗎 為什麼還是沒有人理我 靠北喔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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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户外装逼完毕,我们就准备进去博物馆看出一幅画 因为这边有一幅画是最厉害 欸,苏森好紧张啊 跑太快了 继续回到我们的博物馆之旅 这边是埃及系列的博物馆 我就没有待这样久啦,我们去看别的东西 这边竟然有真的木乃伊 突然间还有兴趣啊,看看是要长这样的 这边又有另外一个木乃伊哦 原来是长姜茜 这个就是他们的棺材吧,还蛮好看的 有花纹在上面还有人脸 这边的角度哦,可以看到从凡帝干 看去罗马的一些建筑 好漂亮哦,ok对不起 各位,刚刚我讲错了,原来是我去的博物馆 没有那么多人,这一间呢 就西北多人,有点难餐馆了 你们看那个人,太多太多人了 现在我们进来一个尾泵什么 感觉像很多是地毯类的东西 目前只剩下书生 跟我一起去找我要看那幅画 我另外两位占有了,已经在外面休息 里面的这些画呢 都是地毯类型的 我们找到呢,我们要看的东西 他们这些画呢,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就是米太朗基罗的创世纪 我之前就是看到有文章写到这东西 我才来这个博物馆看的 如果这个人没接到错的话哦 应该就是这些没有错啦 哇,真的是很壮观啊 它整条走廊呢,都是这样子的画 那我们也差不多走到尾身 我们可以走了 小姐们,我们回来了 它超像迷宫耶 你一进去过就没回头路 就觉得顺着走 我现在不太开心 我不想再来博物馆 嘿嘿嘿 嘿嘿 干嘛 靠呗啊 sorry sorry,my friend 已经 哈哈哈哈 现在来到这个最后的阶段了 整个博物馆最多人拍照的地方 就是这个旋转楼梯 哇,看到这个高度 我真的是脚软哦 应该五六层楼 现在我们就走到这个旋转楼梯下去 哇,原来真恐怖的 听起来如果要拍照的话要早点来啊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这样找起来 所以我们就也没打算去拍照 我们就先离开这边 就是超级无地高啊 哇,下面拍上去很好看耶 这样子就可以不拍到人了 下面看上去超级无地高 而且也不会拍到人 所以我很丑啊 再见了梵蒂冈博物馆 我这辈子不会再来了 我煮嘛,赶快上去拍东西哦 糟糕,拍了啦 我饿了 来,意大利就要吃披萨 这个披萨看起来是 目前看到最好吃的 看起来 那刚刚最后就是为了看那个米开朗鸡 然后最后的审判那幅画 结果我跟你说 走走走走 真的走了很久很久 才到那幅画那边 它有点像迷宫这样 你一进到去 就要走到尾 所以会花很多时间的走路 很好吃哦 很好吃耶 你吃什么看起来很好吃 皮萨啊,眼虾啊 哈哈哈哈 有点像有没有打完巴加酒 我来到这一大鱼 你也没有在海岛啊 我忘记跟阿讲 这个披萨大概是9欧 我觉得这是蛮便宜啊 因为不是那个 oh my goodness 我们特地买太好了吧 那我们三个吃一样 鱼这个应该是10多欧吧 也不知道多少钱 反正我跟苏莎还有加我的比较贵 我们这个是24欧 目前是我们在一代市场最贵的一产 那我这海鲜呢 看看这个海鲜好不好吃 诶,它的鱼跟虾都超大的 鱼肉 真的好吃 哇 皮萨你要吃一下 它的鱼真的超好吃的耶 到底意大利的意大利麵好不好吃呢 毕竟我们在台湾还是马来西亚吃哦 它们的食物都已经做localized了 所以可能跟当地意大利出产的意大利麵有不一样 是不一样耶 但是好吃 好吃 好吃 你都好吃 而且我们点了这个海鲜意大利麵 它是大满贯的 它有虾 它有鱼,有青蚝,有喇喇 又有收通 哦,还有虾跟龙虾 小龙虾 哦,是虾跟小龙虾来的啊 各一只啊 哇,这样它真的什么海鲜都有耶 难怪它这样贵是值得的 这一道差不多快100多马币了 100粗 那真的好吃哦 目前这几天吃到最好吃的意大利菜 吃的这个非常棒哦 大家可以过来吃一下 我们刚刚总共吃了120欧 目前算是意大利吃过最贵的菜 但是它真的是好吃 而且它的态度很好 之前我们去过很多家哦 他们的态度就是很XX啊 就是讲话很XXX 但是这个态度非常非常好 现在我们要大概走10分钟 去到我们下一个景点 就是围住这个帆立刚的墙哦 去到圣里的大教堂 开心吗 我们要去教堂的书生 不开心 去教堂就是要 登登登登登 哈哈哈哈 不好笑吗 赏脸就好不好 没办法 太阳 难道我们要到了吗 我们要到了圣彼得大教堂吗 OMG 好漂亮哦 好多柱子 也太高了吧 你的柱子 在我身后这个就是圣彼得广场啦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那个圣彼得大教堂 所以我们就要开始要从这边 进入帆立刚这个国中国的国家 终于有机会去到这个 每次中学上课地理的 全世界最小的国家 帆立刚 帆立刚我们来了 什么帆立刚 不要再讲帆立刚了 为什么 我害怕这个名字 他叫帆立刚 博物馆 怕了吗 博物馆 怕了吗 怕了吗 你怕了吗 这要是博物馆 那我要回家睡觉了 不是博物馆啦 我们要进入帆立刚了 惨了喔 发现他们三个女神 已经开始不喜欢博物馆了 对啊 我们意大利应该也不会再去什么博物馆了 我的话应该也不会再去 哈哈哈哈 原来那边这样多人 跟这边这样多人 都是要进入这个圣比德大教堂的 所以我们也是要排队进去 原来莫名其妙 我们就已经踏入这个帆立刚了 因为刚刚看到姑娘们才发现到 这边就真的是帆立刚的大小 真的是西北小 但是真的蛮漂亮啦 你看到周围的东西 中间这一只好长 是它地表的 sorry大家 原来排队是要从这边 这么多人开始拍 我们走错路了 你们怎么看起来很累啊 年轻人 哎我想喝水 你们才26岁 刚刚那边旁边你能喝啊 我要你身上的 你要我身上的水 你要我身上的水 讲清楚哦 背包旁边那一瓶 没有错啦 这边就是我们现在排队的地方 我们已经快到了 然后要过个安检 看起来蛮快的其实 欢迎来到圣比德大教堂 赶快进来排队哦 不然要等很久 跟大家顺带一提哦 其实来这个圣比德大教堂 是不用钱的 所以才这么多人 但是我们早上去博物馆 要钱也是很多人 所以我不懂为什么 这两个地方有钱没有钱 都一样多人 你是小偷吗 小偷不要偷走我的心好不好 好恶心哦 可以走开吗 哈哈哈哈 你们觉得最**的什么吗 是我们这些亚洲人 全部都是其他欧洲人 我都没看到过 我们同个複色的人 其实看是人很多 排队是蛮快一下 我们现在不知不觉已经 聊到前面了 没有不知不觉超久 没有不知不觉 不要美化 真的美 你看他还没到 抱怨答人 都说很快了 你们还不信我 要到了吧 那只要这影片剪接 我们就排了半小时 没骗你们吧 我们进来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全部都动我是什么 我都已经觉得我们到底 经历了什么 对 你们一定不知道我们有多惨 这边真的很可怕 卉宇宝贝有兴奋吗 还有 我们来到全世界最大的教堂 通常讲到最大就跟你有关 台湾大人物来到 梵蒂冈最大教堂 嗯 大家记得不要穿这么布露哦 因为他会给你布哦 因为Susan露手臂 所以她现在要穿她戴的一个长袖 不然她就给你一个蓝色 我看一块布是不是 感觉是很丑的一块布 但好像是免费的是吗 对 Susan赶快穿好哦 她看着你哦 非常好 拜拜 你穿这样牌照怎么好看啊 Susan 每天都不好看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圣笔的大教堂了 到底里面有多壮观呢 哇 这个门十一点高 Susan建议说我们现在哪一个 那个相机 就是为了用语音跟我们介绍 这边这个相机 大概哦大概要给5欧 所以我们就买一个来听听看什么东西啊 手机APP就能听到了 但是要一个5欧 我们的5欧怎么了 拜拜了 那就是一个APP 其实这个APP 感觉免费感觉也可以 为什么要钱呢 然后我们跟着导游的声音 哇 各位 不是我要讲 哇 真的很壮观哦 这个 11倍高 而且那个光好漂亮哦 有没有看到光吗 神圣之光 不知道你们可以感受到 这边的震撼吗 你看后面这样看 反正来到什么很高级的地方 这个东西好可爱哦 真的真的好漂亮 好漂亮 我只能用漂亮来形容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形容式的我 雕刻漂亮 而且你不觉得很高很壮观 对 这里比那个博物馆好多 不要再骂博物馆咯 然后这边就是拍拍拍 罗马的天气搭配这个教堂 真是很漂亮 有没有看到那个灯射下来 Oh my goodness 他常用哥哥哦 他什么呢 妹妹 哈哈哈哈 你不要回复我吗 你以为叫我常用哥哥 我只想放个东西 你放了什么 请那点 靠北当我是什么 中巨人 哇 这道光 难听 你很好听吗 这个光好可怕 就是上面的光打到书身 很像木片这样 哇 越来越快要进里面了 不愧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教堂 真的是很大 走到这样里面了 其实它左右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走 哇 好好看 里面进不去 但是这样看 真的很美 他们旁边左右 都有很大的康光空间 太漂亮了 但是我们也要离开了 哈哈哈哈 离开咯 再见了圣彼得大教堂 再见了 太幸远你们 開心 哈哈哈哈 我们到了这家 据说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鸡辣蜜 摆小红酥的人咯 啊 请问这是什么形状啊 然后这个很像马来西亚的鸡肉面 这里有好多口味鸡辣蜜 不是我 芭辣蜜蜜蜜蜜蜜 所以我们叫了两个口味 一个是芭辣蜜蜜 一个是Classic 虽然不知道好不好吃啊 但是这边店员的态度很差很差非常差 超级差 是目前这间遇到最差的一个 就是你刚才拿多一两个汤匙咯 它会衰衰念 然后它被你讲 是讲那种英文 我们很明显听到它有不爽 所以你就说它再多好吃 我觉得以后我应该也不会再回来这一间了 堂式时间咯 这是Classic咯 大家要来不要来这一间咯 芭辣蜜蜜蜜 为什么他们说好吃啊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马来西亚蜜蜜蜜 就是那种有酒精口味的蛋糕 它那Banana Travel好甜咯 他们那家秘书感觉不是蛋糕很像Cream 好甜咯 这个你们吃这个 它的Classic 就感觉很五红 好像在吃Cream这样 总结这间店我觉得 总结不要再看小红酥了 对我们以后不看小红酥了 今天我们吃那些很好吃一大一餐了 是我们看到好像很多人 感觉食物看起来很不错 我们才吃 对我们经过路边看到这样才吃了 我们从此不再相信小红酥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刚刚就是我们去逛了一下街 然后吃了晚餐 然后就 啊对不好意思 忘记录影片了 YouTuber下线 所以现在就上线来跟大家说 我的鸡 我有看到你要打我XXX 明天开始我们就会开始 离开罗马去别的地方走走 所以呢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今天去的梵蒂冈 至于我觉得还算开心啦 蛤 蛤 蛤 我觉得旅游就要多体验嘛 多走走多Explode 这三天已经走超过三万五千步了 怪我咯 这个三天走得比我在台湾走三年还多 没事没事 长永开心就好 我们都跟上线说 你就自己走 我们先搭车过去 还要不走 还要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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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长永开心 下个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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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챙